这次我们来学习分式的乘除法 分式在日文是写作分数式 然后乘除法就是 首先我们来看 一个例题 x平方加2x减8分之 x平方加2x 然后再乘以一个x加2分之 2x加8 我们先对它分子分母 分别进行这个因式分解 可以看到 首先都可以提 这个左边这个式子 它可以提出一个x加2 所以这个分子是等于x乘以x加2 而分母呢 可以这个直接换成这个x加4和x减2 相乘 而右边呢 最上面可以看到提出一个x加4 接下来呢 我们进行约分 把这个能约掉的部分约一下 这个x加4和右边 左边的分母x加4和右边的这个分子x加4可以相约 然后x加2也是 然后呢 我们把式子合并 就是剩下的线都乘起来 所以分子是x乘2 分母呢 只剩下一个x减2 相当于x减2乘1 然后呢 我们就把它这个该整理的整理一下计算 所以结果就是x-2分之2x 接下来来做一下练习按下暂停键做一下练习做好之后再继续开始 接下来我们来对一下答案 第一题x减3分之x4次方加6x平方乘以3x平方加18分之x平方加6x减27 它和刚才步骤一样 先因时分解 然后能约分的约分 最后合并起来计算 结果就是3分之x平方乘以x加9 第二题这个是一个除法 那我们知道除一个分数相当于乘以这个分数倒数 所以是同理 我们先对它进行这个因式分解 分解完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就是被除数 把这个除数 然后写成它的倒数 进行这个可以约分的约分 然后合并计算 都是一样 最后结果是2分之x平方 下面我们来回顾一下这次所需 首先对于分式的乘法 这次我们看一下除法 x平方加2x减8分之x平方加2x 除以2x加8分之x加2 先对它分子分母分别进行这个因式分解 可以看到相当于是x加4乘以x减2分之x乘以x加2 再除以这个2乘以x加4分之x加2 然后呢 我们这儿要进行这样一步 这个除以一个数呢 相当于乘以这个数的倒数 把这个除数它的这个分子分母颠倒一下 接下来还是同样进行约分 然后就是合并计算 进行计算 结果就是x加2分之2x 这次学习到此结束